如果你希望做下拉清单的话 什么叫下拉清单,最好是什么呀 反正下拉清单有几个 你就一拉拳拿一个编号 就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希望可以把这边的编号 然后在这边显示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什么 所谓的一个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可以让它直接就放到这里面来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这边要变清单的话 请你找到所谓的资料 请你找到资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资料验证 OK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这些验证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将来 最好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这工作的那个东西就用选的 选一下 然后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选一下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 那这样就很轻松了 就给它一个编号 其他的栏位就自动带过来 不就好了吗 还在那边打那么辛苦 而且好处是自动带过来不会错 不然的话你自己去查 带过来的时候还看错 那打错就麻烦了 OK 所以最好是每一个下拉清单 自动带资料过来 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特别注意 一请你什么 一定要微软数 二的话配合什么 资料的资料验证 怎么做 请你把游标先放在这边 然后资料验证 接下来的话非常简单 资料验证里面 它这边会显示说 除存格内允许什么 预设是任意值 就随便打 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下拉清单 那什么叫下拉清单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你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这边就有所谓的什么 清单 OK 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针对的是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游标一定要放在这个储存格 但未来如果你下拉清单是一整栏 全部都下拉清单 你要把一整栏选起来 它就一整栏就变下拉清单 这里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我现在选一个 因为我只要这个是一个下拉清单 那我就选清单 有没有 任意值 它原来是这样 然后清单的话 你会发现它变出什么 底下的最重要 它会要你的 那如果你要变清单 那请你告诉我你的来源在哪里 那什么叫来源 就是你点的那个箭头 资料在哪里 OK 我们资料 基本上因为它刚好在同一个 同一个工作表的要简单 那你就把它按住 有没有放这边 选取这个范围 放开 这样按确定就可以了 点一下 OK 001 001 002 OK 002出来 003 下拉清单就出来 资料验证 来源就在这里 可是建议各位 因为未来理论上 你们的那个资料 要查的 这边的资料跟查询界面 通常不放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以 对啦 如果你将来的来源 我建议还是用什么 定义名称的方式 然后以后用F3 所以 如果你来源 我们重来一遍 如果你要把这个名称带过来的话 我建议先把这一个编号怎么样 先建立一个名称 那建立的方式 最重要就是把编号一直选 选到这个范围 然后用什么 公式里面有一个叫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名称在顶端列 按个确定就好 如果不用这个方式的话 变成你的 要先把这个编号的名称先复制 然后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 在这个名称方块 输入编号 Enter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我觉得 如果你要 好像这样比较快吧 选这样的 方法名称跟范围 从选举 公式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按确定 他就会帮我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建立的一个所谓的编号在这里 也就是说 以后 用那个编号 就等于是 使用这个范围 范围在哪里 A3到A4 A3到A4 他不就这个范围 有没有 其实从选会慢慢建立 上面是名称 下面是范围 OK 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建立很多栏的名称 不是只有一栏 好像我们现在只有一栏 按确定之后把它关闭 好 再来的话 游标要放这里 资料 资料验证 这个时候的来源 我就把它删掉 那我就用F3 如果我是跨不同的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选编号就好 OK 按确定 好 意思说 我将来那个下拉清单就从编号里面帮我带过来 按确定 试一下 也是一样 OK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以后的话 最好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你希望选了哪一个编号 自动带出其他资料的话 做法基本上就类似像这样 下拉清单 配合所谓的那个 这个这个V2函数 就可以完成了 那当然以后如果是垂直或水平 你可以再换一个 逻辑大概是差不多这样 那这一题如果做完之后 下拉清单 对之后 是要验证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题目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有关下拉 那个下拉清单 第一个 游标请你放在H3里面 然后找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那如果说你要建立 用F3的话 记得 在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然后顶端列 试一下